SPC在这么多语言学校里面 我们已经经营快要20年 只教General English 一个学校这么坚持只教一般英语 完全没有教任何VETs Vocational Course的课程 如果学校连居域都教不好 说真的我们到底要怎么存活下去呢 嗨大家好 今天我想要介绍我们学校有两个校区 一个在凯安斯 一个在Brisbane 其实我两边的时间都待得蛮长的 我目前大部分时间都在凯安斯的校区 除了这两个校区 我想要介绍的是这两个校区最主要的共通点 首先澄清一件事情就是 说真的 在澳洲所有的语言学校 你不管去哪一间 只要它是语言学校 它只要有拿到Crycos Code的学校 然后老师有两种 一个是TESOL出生 一个是SELTA出生的 跟教材课本真的是大同小异 那SPC在这么多语言学校里面 我们已经经营快要20年 只教General English 一个学校这么坚持只教一般英语 完全没有教任何Vocational course的课程 如果学校连G1都教不好 说真的我们到底要怎么存活下去呢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说 SPCG1为什么教得好 为什么在SPC读完G1之后 英文会进步 除了环境以外 我们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辅助的教材 当学校把这两个辅助的教材 变成一个强制性的东西 学生进步就会有效果 说真的 SPC不是魔法学校 我们在比较严格的情况下 让你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 做更多的练习 台湾学生非常非常习惯 很长很长的时数 可是在澳洲 只要是一般英语 大部分 不外乎 一天可能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一个礼拜大概二十个小时 对台湾人说 是不是很短 我们也不是说 多前卫 可以把这四个小时 改成三个小时 九个小时 但是我要让你们在这四个小时 不是我啊 我们老师 在这四个小时里面 可以学到比较多的东西 所以 这个东西我拿了这么久 这个日记里面 你可以看到啊 他会写他自己的名字 然后老师都会给他一个 每天有一个心得 有时候他写的比较不好 老师会纠正他的英文 这个东西你可以称为他 跟老师的交换日记 或是你可以称他为 每天的写作练习 我刚刚提到啊 上课四个小时 如果 你回家自己不练习写作 你觉得你听说读写的写会进步吗 不会 写跟读 自己不练习 是不可能会进步的 那如果我在上课的时候 跟你说 写二十分钟 四个小时扣掉二十分钟 四个小时很快就过了 所以透过这个 每天都要写日记 打工度假十个礼拜 你就要写一百二十篇了 是吗 不对 十二乘七 我刚刚才到哪里啊 可以确定 八十几年 八十几年 八十四 八十四 我不是跟你说八十四了嘛 就八十四篇 你想想看你现在人生还有哪一天是在写日记啊 所以如果你写的八十四 而且还是用英文写哦 对 所以你写的八十四篇日记 你就算英文的写没有变得更快 但是你在拼音 拼字的能力上会比较好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缺点 非常重要的优点 我们都会说啊 很多人来澳洲 很多是想要改变生活 或是刚离婚的 刚刚分手的 情商的 因为你每天都要写 所以你会把你当下感受最深的东西写出来 它可以帮助老师跟学生的交流的距离 会变得比较近 沟通上面会比较临障岸 比如说你去黄金海岸玩回来 你礼拜天晚上写的日记 礼拜一老师收到的话 就是你去黄金海岸玩的行程 所有英文课的老师 礼拜一最爱问的问题是什么 你这个周末好 等级比较高的好了 还愿意回答 你去问Elementary 是不是大家都不愿意讲话 对 你看我我看你 大家在等老师 老师在等大家 老师就可以透过日记 蓝 你去gold course玩的怎么样 我觉得很棒啊 因为我知道蓝已经去了 所以我在问他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有东西可以回答我 而且老师会知道学生的状况 像我们凯恩斯有宿舍 宿舍是四人到六人房 一定有人处的不是很好 对 就会写在上面 我跟你说这时候写出来 他就只是觉得一点点不爽 他就写出来 可是当他如果去跟代范抱怨 或是说 已经不是一点点不爽了 对 所以我们要趁他还在发芽的时候 先把他抓起来 他开始用了之后 会发现 他了解学生多之后 他上课会变得比较顺畅 我刚刚讲的是老师的角度 英文最终最终就是 要用 要沟通 很多人会问我们说 我们学校在凯恩斯 四英姆 多少平我不知道 但是很大 可是我们都没有单人房 因为英文就是要沟通 为什么不做双人房 如果我们同性别 一起住 我万一讨厌你 或是你讨厌我 那就死定了 所以四人房到六人房 才是真的有混合 那不要担心我们 其实都会混合国籍啦 我们跟学生说 在学校都一定要说英文 如果我今天把整个房间 都放成台湾 就是引诱你犯罪 所以我们也不是这么 没天理的学校 我既然跟你说 English only 会协助学生完成这个状况 那让我讲一下这个 很多学校 都会跟你说 我有图书馆 你想得起来 Brisbane有哪些学校 哪些学校都有啊 SBC没有 为什么 你会去图书馆吗 你中文的书 都不愿意看 你觉得你会去看英文的书吗 所以图书馆这个东西啊 我们学校没有 但是 访外读物有 它是跟我们的日记 是做一套的 所以读这个 然后写在日记上 对 然后礼拜二勒 老师会随机 找一个学生 做心得分享 读了要分享心得啊 如果我今天说 读了没有分享心得 就没有用 你就不会读啦 你当我不知道吗 你看 Kiki's Delivery Service 这些书啊都会分等级哦 有分1到6 然后1是beginner 最简单 你看字好少哦 这个是A 这么多 F这么多 把它变成一个教材 而不是把它放在图书馆公者 那这个教材课外读 它是增强你对阅读的速度 还有你对拼字的熟悉度 把它拿来就是当成你每一个礼拜都要完成的作业之一 那这样子效果就会很好 所以我刚刚要跟你们讲 就是这两个东西啊 是我们Kens跟Brisbane 凯恩斯跟Brisbane 凯恩斯跟Brisbane校区都有的 都有的 嗯 对 就是Brisbane的校区 我们是在非常非常中心 就是下去什么东西都有啦 很方便 那我们在凯恩斯 它就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在Kens的地方 是在一个residential area 住宅区 我们在凯恩斯的地方叫做Kawara Beach 走路大概15分钟就到海边了 附近都是居民 嗯 然后你早上啊 五六点的时候去海边 你可能看到狗比人多 因为大家都在散步狗 嗯 散步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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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狗的人很多 然后就会有很多狗嘛 对很多学生来说 你选择去国外读书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出国 比较害羞 或是你家长很担心 嗯 或是你生活的能力比较差 或是你不会煮饭 或是你很懒惰 嗯 的话 Kens就会是一个 最棒的选择 简决方案 今天有些女生去跟爸爸妈妈讲说 我想要去国外读书 嗯 对 很担心啊 对 我是住宿舍 而且我们宿舍每一栋 都有我们同事住在里面 不是让你半夜说 没有带到钥匙去敲门的 不是哈 但是咧 家长听到就会放心 尤其是学生紧急状况 我们前几天才有学生在厨房 突然晕倒了 我们就要打电话给 Emergency 叫救护社把他载走 就这些东西是 如果你没出事 那就很好 但是有出事 有人看到了你们 对 我刚才说我们凯恩斯 就是都是English only 我们需要有宿舍啊 篮球场 嗯 网球 游泳池 也有健身房 然后还有餐厅 就是都包含在一个学校的校区里面 大概走路 慢慢走 可能要20分钟吧 慢慢走 然后 附近你会看到非常 非常多野生袋鼠 我跟你说 Brisbane 除了动物园 你是看不到袋鼠的 我今天早上坐飞机来Brisbane 四点半开车 路上就有一只袋鼠 也没有要移动 它就这样坐在那 我就这样子开过它了 而且我要绕过它 开过它 开过它 开过是绕过 然后它也完全没有移动 我这样绕过它 就继续开去机场了 我们在Kent 就是很吸收 吸收平常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 比较独立的学生 住在Brisbane哪里 我住在South Bank 在旁边哪里 欸South Bank 欸South Bank 很贵欸 你一定 我一定 人很棒 很善良 所以才找到好地方 Lisa住哪 我住Logan 你住Logan 怎么这么远 还好吧 Logan不是Brisbane了吧 不是 不是 如果你今天在Brisbane的话 你就会选择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所以如果你自己已经知道 你目标很清楚 你来这边想要创造一个新的生活 甚至你比较成熟 你觉得跟别人分房间 没办法接受 要互相习惯 对方的生活习惯 有些人早起 有些人晚起 有些人比较吵 有些人卫生习惯好 或是卫生习惯不好 你不想要经历那些 但是一样有些人 想要重回大学那种生活 就是跟你说 我们有这不同的校区 校园在不一样地方 或有不一样的需求的学生 可以去选择 然后也有不同的环境 那些人去选择 所以你如果是比较独立的 你可以选择在Brisbane 但如果你喜欢大家庭生活的感觉 你可以选择凯恩师校区这样子 那如果是Brisbane的话 像我们现在Brisbane 目前他的上课是 禮拜一到禮拜四 一天 五个小时 五乘以四等于二十 对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 他数学真的不同 五个小时 禮拜五不用上课 禮拜六禮拜天也不用上课 有三天 如果你很独立 你变成有三天 可以去安排自己想要去 去哪里 或是想要干嘛 或是你有打工 你就会有三天 比较完整的打工的时间 嗯 那 如果你今天是在Canz的话 我们就是禮拜一到禮拜五 都有上课 然后 上课余以外 我们还有安排课后活动 这个课后活动啊 有点像是团康活动 就是下午可能大家是在学校里面 或者是一起走到海边或干嘛之类的 讲英文啊 那如果我们是因为蛮鼓励学生 从假如说这个校区搬到这个校区 或是这个校区搬到这个校区 不管它是什么 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对 因为有些学生他可能觉得 一开始觉得 哦我自己很独立 然后他就选择Brisbane 可是他来的之后呢 交到的朋友都是台湾人 因为就是不由自主的跟台湾人比较好 但有一天可能发现 我在这样子下去 就真的是浪费钱 浪费生命 这时候你再觉得说 好吧那我可能太 在高估自己了 所以他决定要转去Kent 让SPC Kent来帮他安排 室友不同国籍 而不是自己选择 因为有时候弹性太大 会让很多人就是 有点迷失 或是就是回到自己舒适圈 会慢慢回去自己舒适圈 所以他可能就是这样子转 那有些学生是 一开始可能觉得自己 比较没有这么独立 所以他想要先去Kent练习 或是适应 或是比较intensive 比较密集的学习的环境里面 他的情况比较好之后 他再转到Brisbane 开始自己比较独立的生活 找到自己比较喜欢的生活方式 可能觉得他层次比较大 机会比较多之类的 对然后我还要跟你们说 如果你喜欢夏天 你就来Kent 就像我讲 看他晒什么黑你就知道 阳光 跟我比起来 我有很黑吗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一个自己比较 适合自己的一个念书环境 然后真的花钱花的值得 然后还有进步这样子 对因为真的没有办法说 什么东西都是完美的 对对真的不是这样 就是技术家庭也很多 会跟你说 技术家庭没有完美的 很多东西都不是完美的 你现在生活是完美的啊 不会吧 所以一定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做一些取舍 就真的是Decision Making的关键啦 就真的是做取舍 所以就是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 今天就到这里啦 拜拜 拜拜 拜拜